HELLO 歡迎大家來到童韌頻道 我是兔兔 郎 恭喜快要一歲了 今天我們就要來 媽媽合格考快問快答 我覺得這個感覺就讓我想到 恭喜剛出生的時候我們兩個好陌生 然後每天要記著她 連怕搞不清楚自己的小孩是哪一種 而且她每天推進要長不一樣 對 努力了這麼久 努力到她已經快一歲了 邁入一年的前戲 我們就決定來跟我們一個 快問快答的考驗 然後讓我們來檢視一下 我們跟她到底有多少 像踏空啊 問題1 習慣自己是媽媽了嗎 嗯 好了 好 3 2 1 我就只想YES欸 我想1到5分有4分 什麼意思 那1分是什麼意思 1分是偶爾會掉了一拍忘記了 你會忘記自己是媽媽 就是很偶爾在考量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啊 對齁 我還有一個兒子 對 就是偶爾會掉一拍這樣子 我覺得你這樣還算 有誠實 不然你以為會怎樣 直接說YES 哈哈哈哈 開心的計畫說 我要去哪裡玩 早上去吃個早午餐 下午去個咖啡廳 晚上呢 小卓吃一個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說 你有兒子 啊 對喔 可是我覺得這是你對生活的浪漫 儀式感 對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要維持 如果說你本身就是真的很喜歡這件事情 你還是要對這些 你喜歡的事情是有熱忱的 你可以想起來 你有小孩啊 你也沒有忘記他 你沒有真的行動上去忘記他 你只是在浪漫的幻想裡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這麼浪漫這麼儀式感 多了一個幼兒的考量之後 你就是重新計畫一個 就會很完美 對 沒錯 喜歡的事情還是不能少 第二題喔 覺得自己是合格的媽媽人嗎 1到5分我給我自己4.5 我給自己3.5 因為我現在白天的時候工作 有保母幫忙嗎 那我覺得保母經驗畢竟老到 他就是有辦法去督促他的進度跟排程 然後會開始跟我們這邊配合說 現在恭喜多大 他應該下一個階段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會有一些提醒 對 我覺得 恭喜比較喜歡吃保母做的飯 他走心 恭喜感覺比較喜歡保母的時候 他就會很走心 我超走心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也不是 他就是一個小渣男 我覺得他其實在拿捏這兩個女人 恭喜會表達的很像是 今天我比較喜歡誰 明天我比較喜歡誰 所以這兩個人 他們之間就會產生一種戰爭 要接小孩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會開始比較說 恭喜現在比較喜歡誰 比如說我要接他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喜歡保母 我要把他送到保母 那他就比較喜歡我 他喜歡搞這一出 這真的是拿捏這兩個人的一個好方法 不要固定只喜歡誰 你要讓他們覺得 他們有在競爭 好像你努力他就會有改變的感覺 他就是這樣 他偏偏還真的是一個你有努力 他就會回饋給你一個 所以 這個小渣男 所以我給自己扣了0.5分 還沒有完全掌握他的心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就這樣 那你3.5呢 你又沒有跟保母真方之處 你那個扣1.5分扣在哪裡 沒有耐心 Like 跟他相處大概有個甜蜜期 兩個小時 一定要休息一下 我不確定其他媽媽的狀態怎麼樣 但是我就是 真的要跟他一直相處 我是覺得 我會 Hold不住 Hold不住 一定要立個交替的另一種 或者是他有一些情況的話 我好像沒有辦法 非常的掌握 我就會跟你求救 比如什麼時候 好像很多時候 我已經無法細數了 這樣你還給自己3點 我會不會給太高 你很夠吧 媽媽互評 好啊互評啊 現在這一題同 同同同題 準備好了嗎 嗯 哈哈哈哈 我也把你扣分 你扣什麼 因為我覺得 你把你自己形容得太完美了 你都講得好像 你對小孩多那個 可是事實上 你也是有時候會Hold不住 我會Hold不住 因為我很多事情要做 就會輪到我身上 那我會Hold不住 對啊 所以你就是拿那2.5分 啊哈哈 怎麼感覺不及格啊 我們的製品 我覺得我們在評分的時候 完全考量的是 生理需求上的 我們沒有在考量 情感面的 如果是情感面的話 我會給你5分 oh really thank you 你很知道他要幹嘛 他現在此時此刻想要什麼 有時候再加上 他的生理需求的時候 你的腦袋就會擋擊 或者是你會爭執說 應該要先處理他的生理需求 還是先處理他的想要 有時候很難判斷這個情況的時候 就會造成扣分 但其實我覺得 就情感面 我會給你5分 Thank you 那情感面我給你5分 我想要深論的是 這件事情到底 家長自己這樣評 會不會有人覺得說 你自己這樣當了一年媽 然後你都覺得自己分數這麼低 因為每個人標準不一樣 我們很嚴格 不要太自滿 我們隨時都有精進的空間 我認真的滿分是世俗中 完美的媽媽 可是事實上 當媽媽這件事情 就是你已經是一個媽媽 可是你又不能說 真的每一個瑣碎的環節 你都 完全樂在其中 很難啦 不能說沒辦法 但就是很難 跟小孩的每一個moment 都是快樂的 家長也會陷入一個很痛苦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覺得 表現可能沒有那麼好 因為我也不是很好這樣 下一題我們來進行 恭喜的基本資料 我懷疑這一題就是 準備問一個讓我出糗的啊 來第一個小部分 目前的奶量 我才剛餵完它 你要是不知道的話就太慘了 她現在進食的時間 每天都什麼時候吃 那要寫吃什麼嗎 不用拔 要 蛤 321 第一題她現在要240 4 吃飯時間 7點15點 妳的11點不用吃喔 7點11點15點 17點 8點半 然後你的奶是 奶附奶附奶 奶附奶附奶 答對了欸 耶 有必要嗎 不是應該的嗎 對啊 來第三題 尿部的尺寸 然後第四小題是在生日 身份證字號 321 尿部尺寸 L 3號是M 寶貝 我要是叫妳去買尿布妳就會給我買錯 那這個尺寸應該也可以用吧 不然妳就用這個啦 去綁緊一點 第二題 8月2號 8月2號 讚的 身份證字號 我記得前三碼 然後 我相信很多家長 並沒有把她自己小孩的身份證字號記下來 我爸媽從來沒有把我身份證字號記下來過 等下留言說我有 我會 你們有記嗎 你告訴我你有沒有記 發什麼痕啊 下一題 三個一一起學恭喜的一個動作 321 超煩 你們有發現嗎 她是一個很愛觸覺感受的人 而且她的節奏都這樣 她都這樣摸 她都這樣 她就是這樣欸 她五隻手指頭 她抓的時候 她是只用中指跟無名指這樣 這三隻就會就會這樣 好像是 對 恭喜分別與媽媽的蜜語 你們戀愛感的瞬間是在幹什麼 洗完 我是早上 每天早上 沒有 我都會跟她有專屬的儀式 因為要泡奶給她喝嘛 我就會說 就是早安 她就會慘笑 笑得很開心 要抱抱就是很痛苦啊 那這樣我有了 我跟她有了 跟她這個儀式之後 我只要出去跟她見到第一次面 每一個第一面她都會很熱情接 很熱情 那個熱情真的是 很可愛 像個小太陽一樣在慘笑 你會覺得說 那個moment她眼裡沒有別人 只有你 我都還不想這樣 寶木也說這個moment 所以一開始她獲得的moment 你知道我剛剛跟恭喜怎樣 我就跟她說 我也有 忍掉 沒事我就是說一下而已 忍掉 最怕的恭喜什麼狀態 好 好長喔 你的字寫得很藝術耶 321 你寫什麼 想睡的時候 因為她想睡的時候會一直歡 她就已經很想睡了 可是她就是一定要哭 一定要鬧 我是寫說很歡一直哭 但什麼都做了 意思就是說 該吃也吃了 尿布也歡了 溫度也適中 你也不是不舒服 其實就是想睡的時候啦 她會有一個情況是捨不得睡 所以她就會一直哭鬧 她想要讓自己醒過來 這真的是很煎熬耶 5分鐘10分鐘內就會結束了 所以延伸題就是 你怕生第二胎嗎 3.5 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恭喜在天使的時候 會覺得開心 但是有一天 恭喜就是很需要我們的時候 特別愛撒嬌 可能因為牙齒長牙不舒服 所以她特別想要被紅 或是幹嘛 很黏 黏到不行 好不容易陪她一段時間 她也累了 從睡的時候 我們就三個躺在一起 恭喜已經睡了 我就跟兔兔說 欸我沒有辦法想像 我之後要一次顧兩個欸 最後還有一個 我也不知道另外一個個性怎麼樣 超緊張 還是我也不怕 因為我覺得說 關關難過 關關過 就只是會越來越狼狽 越來越糗而已 覺得自己在別人眼中 是個怎麼樣的媽媽 好難喔 不然我說你 你說我好了 我這個是很常聽到 別人的說法是 很可以說自己的媽媽這樣很好 她們這樣講的時候都會說 因為她們身邊 或她們看到的情況是 有了小孩之後媽 變得很狼狽 或者是變得不太漂亮 或者是感覺生活重心沒有光 或者是她的光變另外一個 她們會覺得有點可惜 然後看到你這樣 狀態很好 她們覺得很開心 比較多是這樣 她們覺得太好了 還是有這樣的媽媽的存在 她們覺得希望可以繼續保持 怎麼聽起來好像 我都沒有在照顧小孩 這跟照顧小孩沒有關係 我覺得是 你還是有在注重自己的需求 我的話覺得是 你在別人眼中 應該是個萬能的媽媽 科學的媽媽 對 我不喜歡聽偏方 非常討厭 而且她就是給人家一種 很萬能的感覺 不管你可不可以 但是別人眼中 就是覺得你可以 高度可信賴的感覺 對 覺得自己當媽媽 也做過最誇張的事情 不管是好的還是不好 奇怪的或是特別的 然後你超出一個君子 洗下來 很能接恭喜 什麼意思 蹦 倒下去的瞬間 我都會接住她 無論如何 她有沒有真的倒下 她只要有一個倒的 手就會瞬間出現在她的後腦梢 十個月才剛才是換尿布 但是我要求她 因為我說現在的東西太複雜了 副食品又要幹嘛 吃點心又要幹嘛幹嘛幹嘛 我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想辦法 可是一開始讓我這樣子的 也是她 對也是我 我就覺得 你就先好好修復你自己 你的身心靈都先回到你自己 反正前面也沒什麼事情 我有辦法hold我就hold 她就hold了十個月 我就開始了換尿布之旅 當你在學生的時候 你常常會覺得說 感覺好像也沒有很難 可是真的在教的時候 就要教得很仔細 因為寶寶會做什麼事情 你並不知道 所以她會講得非常仔細 現在要注意 她可能會幹嘛 然後呢 你第一次換尿布她就送你禮物 她送我禮物 一打開她就尿 她就馬上把她蓋回去 奇葩 最後一個 畫恭喜 怎麼樣 很有趣吧 在我們的眼中 她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我怎麼畫那麼醜 怎麼辦 我也把她畫得沒那麼可愛 差點哭出來 她的瀏海都是 我看起來是往那個方向 送的方向是一樣的 對 然後眉毛很帥 然後眼睛很大垂垂 她眉毛是這樣子的 很帥的那種劍毛 劍毛是什麼 這劍毛咧 眼睛圓圓大大垂垂的啊 我也是畫圓圓 但沒有畫垂垂的部分 小小的鼻子 小小的鼻子 笑起來都嘴巴開很大 我也是跟你話一樣 然後因為她現在想四顆牙齒 然後臉有一點 臉頰肉 我這個臉頰肉畫超久了 畫不出來那個感覺 欸 我們特色都一樣 對 特色一樣 她在我們眼裡就是長這樣 對 分數也許是其次 但你可以透過這樣子的討論去 檢視你跟這個小孩的關係 對 也沒有說一定要做到滿分才最好 也許滿分並不是 讓家長做得最開心的狀態啊 或者是你的滿分是什麼 每個人滿分不一樣 我的滿分是我認為 大眾普遍認知完美的媽媽 我們又自覺其實做不來 如果真的成為那樣 我們會很痛苦 會有其他的想要的事情 想要去做 我卻被迫要放棄 專職在小孩身上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痛苦 找到一個 自己與寶寶最適合的相處方式 寶寶快樂你也快樂 寶寶基本資料 是否兩個家長都滿清楚的呢 還是其實 欸 從這個討論中 你也可以感覺到 loading可能都在誰身上 或者是怎麼樣的 但你們平衡我覺得也很好 一個人照顧生理一個人照顧心理 情緒面的一個人是生理面 都可以就是看整個家怎麼分工 但我還是要說 我覺得有小孩生活還是很快樂 長大了比較愛家 我是覺得那個感覺很化學很神奇 另一種戀愛感 這是人生沒有的感覺 一樣都是為了對方開心 有感到滿足 對啊就是你看他開心 你真的就開心 我現在看到你開心我也很快樂 我現在最大的煩惱就是 有的時候 因為他還太小 你搞不清楚他能從事活動有哪一些 我一直在尋找他開心的活動的路上 那希望其實隨著他長大 我可以找到越來越多 因為他開心我就開心 你開心我也開心 謝謝 嗯哼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